从民国84年起由健保署推动的七项居家医疗照护 包括一般居家照护等 今年2月转型为居家医疗照护整合计划 强调社区化的医疗照护 12月6号记者会中表示 期待跟长照2.0无缝接轨 让民众不仅能够在家中获得专业医疗服务 也能得到生活起居上的协助 去的居家照护其实偏重在居家护理 我们发现说居家的时候刚刚讲过 他需要医师的诊查 他需要护理人员的照顾 那医师的诊查可能需要处方 开药一些检验检查等等 只要他的环境不需要 不是说一定要在医院那种 什么譬如说开刀房 那居家我们基本上健保态度就是 尽量如果能够在居家满足他的医疗需求 就在居家提供服务 截至10月31号为止 全台提供居家医疗照护整合 共有97个团队 受照护人数有5327人 而台东虽然有医疗院所愿意提供协助 但分散在各乡镇区服务范围太大 无法骗及各区 所以将利用其他合适方案引进团队 那原乡他可能当地的机构 社区化不够 就是当地其实他的机构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引进一些愿意做的机构 他虽然离比较远一点 可是我们负担他比较多一点的 这个行政交通的成本 让他在原乡提供医疗 这是我们会因应 因应我们称为IDS区 或是原乡区 比较改良的方式来做处理 还是尽量把服务送到社区 不用让原乡的长者也是出外来奔破 台东医疗院所大多缺乏 尤其是叫平乡地区主人 如果需要医疗照护 都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得到医疗服务 更需要居家型医疗服务进入 让长者们可以就近获得医疗照护 期待更多院所投入此计划 今天是巴萨克台本市采访报道